我们三月份这里也是故事也是讲春天 三月份是我们中国人春朗花台的季节 记得我们昨天讲的诗词词也是春光好 叫春光好这个主题浪漫一点 叫春光好 这里叫华春关于跟春天有关的故事 大家还是回忆一下 老师要跟你们文学语文课自学文章的四个步骤是什么 我问一下还记得吗 你怎样自学一篇文章 读书先读人 读书先读人 明白其内容 明白其内容 三呢 欣赏其优点 欣赏其优点 四呢 找到价值观成功 找到价值观成功 一定要注意这个适合步骤 我都交给你们了 我没有什么保留的 没有什么保留 都告诉你们 我以前读书 我以前读书不是这么读 小时候 我这么摸索过来的 就是我不是中文系毕业的 我不是学中文专业的 我也不是学文学或者说历史专业的 我也是自学的 我也是自学的 我的专业呢 老师的专业 一个是基础教育专业 我学的是基础教育 还有一个是外贸英语专业 我跟这个没有关系 都是自学的 我们这会开始的大课 我们在天上的服务生 愿主帮助我们的同学 喜欢这个语文课 喜欢这个文学课 愿主带领和帮助他们 然后掌握自学的方法 掌握自己怎样提高 自己写作水平的方法 愿主带领和帮助 打高奉耶稣基础的名情 那我们学基础教育的时候 我们所谓师范专业 师范专业的分为基础教育 美术教育 还有一个是音乐教育 体育教育 四个专业 那不是我选择的 他就这么给你安排了 你管你喜欢不喜欢 公立学校是这样的 替你安排好 你也不懂 反正就这么安排好了 但我喜欢的选择的是文学 在我们一个班上 教基础教育 有一些同学选择自学的 教物理学的 有的人选择教英语 有的人选择教我的同学 有的人选择教数学 各习各爱 有的人选择教政治 那我选择的是文学 我不喜欢教政治 历史的也是我喜欢的 但是因为我是教小学专业的 不让你教历史 我以为也只能自学的 好 怎样提高自己写作水平的方法是什么 老师给你们的五个建议 还记得吧 五多 五多还记得吗 多读多超 多写 多写 多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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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诗了就多揣摩 大家看一下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经验之谈 那我刚才刚才讲了 我老师不是学中文专业毕业的 也不是文学专业的 都是喜欢做学问 喜欢的研究 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 打开水 同学们 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家教育 尤其是在中国 我们是中国人 那么我们有一个不足在家教育 就是说在学理工科方面 除非你到美国去留学 你们家比较有钱 比较有钱 能够支持你每一年学费 三十万到四十万 注意是三十万到四十万之间 每一年 如果你们家三个孩子了 一年要拿一百来万块钱 那么你去美国留学 你去学这个理工专业 因为我们国家 就像你在公立学校念书 因为我们国家科学比较落后 现在就是脱钩 西方就在大院高墙 跟我们脱钩脱链 你要学好科学技术的话 你必须留学美国和英国 留学这些西方发达 知道吗 你留学东南亚 那菲律宾还不如咱们的 你留学那个什么马来西亚 没用的 比我们还落后什么 有可能拿个本科 我们苹果过去 那我们一般情况下 你是跟萧老师差不多 是文科专业 比如说画画 音乐方面 那我们可以在国内提升自己 知道吗 可以在国内提升自己 音乐嘛 你把你去录下来 你照着做 你要得成为音乐大师 你可以在国内考了英国皇家 音乐学院嘛 文科嘛 但你要会写东西 不管你去哪一科 一定要写 老师把这个自学的方法教你 你自己以后也可以写公众号 或者说做别的什么事情 这也是一个生活 一个技能的本事 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没有什么隐瞒的 这个方面你不需要付出很多的 你爸爸不需要讨很多的钱 你把文章写好要多少钱 是吧 你就喜欢写作 你花多少钱 你就买几本书就行了 你买二十本书 要到多少钱 现在本书就十几块钱 二十本书就两三百块钱 就够了吗 你就去读花时间 你就一样的成为人才 对吧 适合我们在家教育 我们的孩子 基本上是这么跟他们规划的 我们老大现在主要是花花 十八岁了 老阿可能如果没有特别的话 就跟我差不多 注意大家 就是说有一些 给大家学习的东西 你考虑一下 我不是强迫你 希望你这东西感兴趣 你这个东西也得感兴趣 你每次来上课的时候 我都是为你们祷告 大家感兴趣来上课 上夏老师的课 希望大家轻松开心 对不对 我会给你们态度的作业 像公益学生 我会给态度的作业 那我希望你感兴趣去阅读 多读 多仓 多诗 日志 日记本 要预备好 什么 要预备好 不要偷懒 我不是的作业不多 不多的作业你也要做嘛 对不对 你不是没有作业 主要是希望大家感兴趣 你只要感兴趣 这活就好干 怎么 写说以后历史课 只要你感兴趣 这活就好干 你不感兴趣 就像头牛样的 你不喜欢喝水 我墙按着你的头 你没意思 好 那我们这次给他介绍了四个作家 四个作家 那我也只是开个门 大家以后你把你们请进屋子里 第一本书 深入非洲三万里的 这本书我推荐给大家 李文斯特的 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这很好 显得很好的 台湾作家里 第二个百年孤独 百年孤独比较难读一点 暂时我建议你们买一本书 有两个翻译的一本书 一个是刀版的 一个是 一个也是正版的 但是一个是授权的 一个是没有授权 当年我们国家 一次翻译的时候 它是没有经过人家 加西亚马尔特斯 写的时候 没有经过人家授权 国内就翻译了 西班牙语了 翻译成中文的 翻译得很好 第二版授权 授权的翻译的 不如那个没有授权 两个版本我都有 百年孤独 我们国家莫言就是1996年 就受它的影响 写了什么风流肥童 还有什么红高粱 这些作品都是受它的影响 就魔幻现实主义的写的方法 然后写了玉大夫 看日本留学回来的 充分沉测的晚上 玉大的文章不推荐给大家 不推荐给大家 是个给大家做批判的 就是说一个人英语很好 外语很好 他会有时候 他会跟他中文 他打架 他打架 写出一些中文 那些英语式 外语式的中文 或者日语式的中文 让你偷通 然后我们第四个 来推荐安徒生的童话 这一个斗教里的武力斗 可以讲一下 安徒生的童话 我儿子很喜欢童话 上个礼拜我们 就这个礼拜 不是上个礼拜 我们去广泽聚会的时候 他在路上揣了一本书 就是安徒生的童话 因为我说这么重 你再带过去 他说我喜欢你 我喜欢读就好 你揣着呗 就这样 这个书真的很有趣 我的喜欢 我也喜欢 对我们童年 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很多有良性的学者 都推荐了读安徒生的童话 这些什么这些东西是毒药 你别别别别读 读安徒生的童话 那读古语故事呢 荣语成业故事是听一下就行 成业故事 它就是我推荐给大家的 它就是个历史 历史叫历史文学 我不会随便推荐你们 我有我的良性 我推荐给你们的书 也是推荐给我额里读的书 百年孤独你现在不要看 我这个推荐给你出征以后 出征以后这些 或者是高正以后 为什么呢 他很多成人生活比较 他年幼了 你知道那个哥伦比亚在哪里 这个国家 你知道南美洲在哪里 世界历史都没有学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什么叫哥伦比亚 什么叫南美殖民地 为什么那么落后 一个豆家里的五颗豆 我读过 都推荐给大家的 李温是动又翻为李温是动 李温是通 反正也就翻译在中文方面 大陆和台湾 有一点点 例来叫利益的利 有些翻译利益的利 David Livingstone 都可以 大家知道 英语叫David Livingstone 活死 Livingstone 圣经里这个名字叫活死 但是活死是什么意思 Livingstone活死 在彼得前书里头讲的 耶稣基督的圣殿是灵宫 每个基督徒是活死的 就是给神使用的 给神使用的 中国人称为他是英国探险家 长教士 今天非洲的维多利亚瀑布 马拉维胡 都是他的 他是发现者 都是伟大的探险家 他早年原本是龙东宣教会 要派他到中国来宣教的 在宣教的 当时英国跟中国打仗打起来了 打仗打起来了 鸦片战争爆发 他来不了 来不了了 就派他去非洲 去非洲 非洲了 一个人三次宣教 三次宣教 主要是跟人非洲的土著 大家知道非洲的土著是什么 没有文字的 没有文字 正常来光着生子 去生活的 因为天气太炎热了 天气太炎热了 很多非洲白人 不把他们当人 还有阿拉伯人 把他们当努力贩卖 这些土地上面 我读过他的书 我印象比较深 男文同学讲一下 你读这本书 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没有 孙中非洲的三万里 你读过来的 有什么特别印象 聊一下 老师 我记得就是 里面有一幅插图 就是他给试着瓦砾一下 然后他还活下来了 还有吗 我没读过 我听过 听过 要读一下 食物一样的 那就自己去吃 别乱读 我乘战你说 我家没有这本书 我很久之前跟别人借过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利文斯顿 他保护大象 不被那些无情的商人杀死 然后去卖象牙 我印象深的是这一段 好好 利文斯顿的事迹 我当我的印象了 一个他早年 是他受的教育 信仰是非常严谨的 这是改革中的 那个时候的改革中 不是今天中国的改革中 那个时候改革就很严谨 星期天他们家就不干 全天敬拜 敬拜完了以后 不做休闲娱乐的事情 不做工作的事情 他们就做什么 他们就去交业去散步 一边谈论一天的讲道 所以他的坏生活的敏感了 他为什么 他是英国人 他怎么能够生活在非洲丛林呢 是因为跟他在英国的生活方式有关系 他们家很严谨的 他爸爸带他们来 星期天就是敬拜全天敬拜祖宝 不能够做娱乐 不能够做工作的事情 他只能在户外去散步 然后他就去乡下找 所以他的户外生活很敏感 很擅长 在室外找什么吃的 他很厉害 因为那个有钱也没用 这非洲你去选教 你说每个月耕耘你百万 你耕耘百万有什么用 那个原始森殿里头 跟他想打交灯 你有钱要啥用 你必须是野外生活 他有这个本事 他有这个本事 第二个我觉得 他这些都很难做的 他能够把那个非洲黑人当人看 这个时候来的 但仅仅中国人说到黑人的 叫黑鬼 英语叫Negro 黑鬼 我们中国人不把黑人当人看 他在200年以前 能够把黑人当人看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把别人当人看 把别人当人尊敬 千倍人与穷乏人来往 这千倍的人才能与穷乏人来往 眼睛高着 他可能表面上不说 比如很多中国人很有修养 我虽然瞧不起你 但是我会假装怎么样的 对你客客气气 千千千千和和 但心里头很鄙视你 不想跟你来往 当然利文斯顿 他不是这样子 他不是说中国人最修养的 他是真真切切的爱非洲 帮助非洲人 这个 这真的是嫉妒的爱 这种千倍 是我需要学习的 真的需要学习的 他每到非洲的地方 学习当地的语言 他手上有枪 他手上有枪 但是 他只是有时候吓唬人家一下 并没有真正把人家干掉 尽可能跟人家和平友好 包括非洲部落之间 打蟑螂 进行联络 帮助他们恢复友好的关系 特别是黑奴 黑奴 他用了很多的办法 去帮助一些黑奴 包括后来的他的同事 苛刻代表英国谈判 现在苏丹王 苏丹王是伊斯兰教的 现在释放了全国的奴隶 特别是这样的良知 是伟大的良心 也是我们有的 也是我们缺乏的 不要跟他学习 老师 有盗版的吗 我不知道盗版的 我也不买盗版的 我不主要你们买盗版的 你打过上岸地 一定能够买到真版的 我们也是这么祷告过来的 你到孔福子救赎网上面去买 孔福子救赎网 还有那个 孔福子救赎网 还有个贤网 上面都有些救赎网 或者你到当地的图书馆去借 因为图书馆都是很免费的 对不对 全国图书馆都是免费的 都能够借得到 这并不是个难懂的 不要去买盗版得着神 我们要敬畏神 之前买的 要敬畏神 你知道什么叫敬畏神 反正神不喜悦的事情 尽量不做 尽量我们再多努力地去做 只要神不喜悦 我们都不做 只要神喜悦 我们都去做 知道吗 只要敬畏神 不要给自己找些 书是很难买 能买到就买到 买不到也绝对能够借得到 就不 现在你们都在城市里面书 这本书有何难得接到 一般公立学校 公立图书馆都有 还有一点事情 他临时的时候 就是跪着祷告的 跪着那里祷告神 祷告神的祷告神的 祷告的祷告 祷告他就没了 然后他的两个仆人 就是请的两个打工的 就把他找了 他回到 然后他的身体 当时隆东宣教会 把他带回去 带回去 他有个朋友在哭 或者当年本来 他也来非洲宣教的 但是人家享受生活 英国多舒服 对不对 英国是个现代文明国家 英国多舒服 非洲都来说了 以上我们中国人都想去美国 都要去英国 谁想去非洲 今天非洲已经很发达了 我们有个姐妹 他们都在非洲开工厂 但是也是很落后的 谁想去非洲 中国人去非洲 公值1.5倍 什么1.5倍 否则谁去非洲 还有个朋友 酷美 也没有 那另外是真的 身体 他心脏埋在维都尼亚普 那里 埋在一棵书底下 把心留着 非洲 他给维都尼亚普提供了 就是说 非洲这么落后 非洲落后 非洲的前途在哪里呢 非洲 一 信耶稣 信基督教 第二个 要发展商业 通商 因为非洲落后 怎么样呢 还没有商业 他只有农业 那么经济一点不发达 我们中国也是一样的 商业 来后来 还有现代文明制度 也是欧洲文明 在这之外 才能帮助我们非洲 其实这个地方 应该中国的城市 也是一样的 中国人需要信耶稣 需要商业文明 但是需要经商 这是我的孩子 我不主张他们去当光 我小时候没想过 学习经商 第三个 学习现代文 我们叫法治 民主 还有 还有就叫契约规则等等 社会福利保障 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东西 都是很好的东西 这也是涉及中国人说 这三个单词 在三个单词 P unas 科 Local 我们说 acab to make 商业 Civilization 这种东西 这三个英语单词 因为 这三个英语单词 克宅经济维度的 非洲人 你们要追求美好的生活 竟仔就追求真的东西 虽然我们中国人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能做的第一点 就是把福音先传到中国 其他的东西 做的东西 有不了我们 我们教会主要是传福音 商业方面 是我们自己儿女生活的手段 至于其他的文明 这个社会就有不了我们 我们管不了这么多 这边提个建议 好 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尽你的能力 它是 这是那个什么 豆板读书 豆板读书专门会推荐 我们国内出版的一些好书 然后加以评分 这本书在上面的 不知道评了多少分 是豆板上面推荐的内容 我也读过两遍 我们的书也是跟上面的一模一样 是我的也是 我看过的也是 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宣教师 伟大宣教中国来的戴德森 印度的威廉克里的 菲泽的里文斯登等等 这些伟大的 就是这些宣教师我是很佩服的 还很佩服 然后他到非洲去的时候 今天都是生和死 其实有一个故事 我给大家讲一下 他在那个喝水 喝水的过程当中 他那个菲泽他请了个向导 向导给他说 你在向导喝水是什么 把那个芦苇的管子插在那个沙地里 那沙地里吸水 然后吐出来 吐在那个什么椰子壳里头 然后给大家喝 你要不要喝呢 当时我就很难受 别人嘴里吐出来的扣水 你要不要喝 你不喝就饿死 渴死 就这么简单 那利文斯人一样的喝 人家对了 人家只能因果伦隆 过去的 是些文明国家 派到菲者去宣教 你没有这种受苦 没有受苦 没有受累 受辱的心志 甚至受死的心志 不能够服侍生 这会是我深深的一个体会 深深的一个体会 昨天我儿子在做什么事情 他嫌累 不是他说白玉米 不是你无人白玉米 一颗颗的白下来 是不是很累 我说你这个累都吃不了 你一点精力 你一定给我白 不白的话 我会管家 因为你从小这里苦都不能吃 将来更大的苦你能吃 要服侍神的人 一定要能吃苦 耐劳 受累 在各种艰难的环境下 能够生存下去 利文斯人 他可不是野蛮人 他是西方敌意工业社会 英国的 他是个高等教育的 他医生 医生是非常赚钱 今天你在美国拿个医学 学开是非常赚钱的一个工作 但是他不赚这个钱 到非洲去宣教 这个是重要的 没基督的爱 谁干这个事情 他在非洲的时候 曾经讲过一件事情 非洲这个地方 没有什么回报 你到非洲去施工 别人不会请你吃饭 甚至打你 我不是说没有吃的 非洲的是食物很多 食物很多 没有像中国式的这种酒席 餐厅里头 搞一座菜 请你们 甚至没有什么 多好多实业分线 人家也没有户币 就是一些土特产 就可能给你红薯 给你马铃薯 或者给你兔子 野猪肉给你吃 对不对 撕一块给你吃 你别的追起来 你没有了 你都非洲去宣教 但是正一文正要 他说 我们去非洲宣教 显明我们是基督的爱 你没有基督的爱 没有回报 谁去干这个事情 谁都想要移民美国 是吧 移民加拿大 你在那里头莫会 没有人冲击你 你怎么讲道都没事 对不对 不会警察来 你的孩子还可以受 美国免费的教育 你老了 你还可以让社会福利保障 我们星期一聚会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 已经跑到美国去了 到美国加州幕会 当然幕会 我们也不讲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 你服事成是自愿的 你不愿意 你怎样服事成也是自愿 没有人说 你一定要怎么做 这李文士顿就讲这个 在非洲宣教没什么得到 在物质方面没什么得到 但是正因为这样 才掌显基督的爱 然后呢 他们去非洲宣教 大家注意到 龙东宣教会 不是一个有钱的机构 大家注意到 龙东宣教会是改革中里头的一个小支派 叫做公礼会 不是长老会 是公礼会 是约翰欧文 他们的那个指派 改革中教会 比较有影响力的 第一是长老会 不是叫长老会 第二来是 这是比较影响的 比较财大气粗的 知道吗 财大气粗的 你美国长老会多月钱 苏格兰长老会多月钱 荷兰改革中教会多钱 就在荷兰是个国家势力教育 但主导地位的 而这个公礼会呢 公礼会的约翰欧文 反对长老子 他那么长老子 内部会 教会与教会之间 应该是很松散的联系 但是这个小小的姿态 他是改革中教会里头 宣教最热情 龙东会 就是他们成立的一个机构 他没什么钱 他没什么钱 你说他全世界派宣教是 马里逊子他们派来的 约翰克里 克里是印度的也是叫的 去那个非洲宣教的 利福斯顿也是拆拍的 奇怪 因为他们宣教长老会 不怎么热情 至少那个时候不热情 没摆着 长老会的也许有事之事 像包括马里逊本来是长老会 大家跑到公礼会去了 去宣教了 那个孙政山也是公礼会宣教的 对象你知道吗 中国的圣村山 在香港公礼会收洗的 所以我的工 包括今天的那个斯普罗莫斯 美国斯普罗带着 他们今天就要在佛罗里达走 这个San Andrew San Andrew教会 其实就是公礼会的 那个自家阁圣经五物宣言 也是公礼会的地形姐妹 斯普罗他们发动发起来 你们也看到了 有的时候你不要看外部 这个教会多么有钱了 多么有势力啊 多么有影响力啊 他会做什么 加强了些不怎么样的人 他这边 他也没多少钱 他这边 他因为主摆上 其实做神的工作 不是看我们自己 我们就是五饼二鱼 但接着五饼二鱼的故事 就五饼二鱼 那个主耶稣在旷野里 他五千个人难得 五千个家庭 还有妇女儿童 他们没吃的了 门徒就 也许叫门徒 你们给他吃啊 我在哪里 我就二十两银子 二十两银子是很多了 二十两银子 一两银子一钱文钱 相当于一个劳工的 一年的收入 一个月的收入 二十两银子相当于 一个普通的工人 要干一年半的活 二十两银子 但是二十两银子 你够是五千个家庭吃吗 门都没有对不对 然后大家喝的汤 主耶稣你要给他 怎么给 怎么给 不怎么给 就有个小朋友说 我这里有五个饼 这里就交到主耶稣的手上 就做成功了 做什么 就做成功了 为什么 主耶稣他是创天 我们要认识我们的 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 是存无到有 只是死也复活的神 存无到有死也复活 你不认识神的这个属性 你的信心一点是软弱的 是软答答的 只不过是宗教已死 我们今天搞在家教育 也是一样的 搞在家教育 我很有钱 萧老师很有钱 没有钱 没什么钱 当时你不会饿死了 没必要在你们面前哭穷吧 就不会饿死了 那我们有多少资源吗 没多少资源 没什么资源 你那个搞个买个 贝卡说一年要两千块 一个学生对不对 两千要再三千 这已经很便宜了 优惠了 你还有什么资源 中国没什么资源 但我们为什么继续做 而且做得笑秘秘的 为什么可在这 没什么资源 政府还找你麻烦 对不对 为什么不去公立学 我们只有五饼二鱼 但是我们这位神是从无到有死里复活的神 他能用五饼二鱼 喂饱五千个家庭 他今天也用萧老师的文学课 历史课 这些简小不怎么样的资源 能够喂饱很多的人 你放心 他是一样的时候从来没有改变 所以利文斯顿这本书里头 你去看一下 这他的讲的话 我呢 在圣经教堂教堂的阐述 我推进给大家 好 这个书推进完了 那我们呢 学的这篇文章 三月份的这篇文 李文斯顿的童年 这题目呢 是呢 我加上去的 我加上去的 希望大家呢 喜欢啊 这篇文斯顿的童年 他原方面也这样的 那么要点呢 背景呢 都是我加上去的 方便大家理解啊 原文是没有这几个字的 原文是没有这几个字的 慢慢读一下 读一下 历史像一条发出 有趣曲调的小夕 证人永远猜不出 下一个最佳 营虎会在哪里出现 上帝的恩典 也是叫人拦猜 在人永远想不出的角落 忽然放下一颗石头 在历史的小夕上 见出美丽的水花 一个名叫大卫 李文斯顿的蓝海 吊在小溪里 吊到小溪里 他的手里还抓着一条缸 吊起的鲑鱼 这是一个 这里叫什么 故事的开始 一个背景 叫做一个背景 叫做背景 叫做上帝的工作 上帝呢 在历史当中呢 他拣选一些人呢 就都拣教师 不是我们随便想 做就做人做的 你像我都口语不好 学个什么外语的 很费力 那么来做宣教师的 我的语言能力很强 鲑鱼呢 是鲑鱼 看到吗 下面这只语叫鲑鱼 是呢 英国常吃的一种鱼 英国人常吃的一种鱼 叫鲑鱼 中国人常吃的鱼是什么 一种市场上面比较便宜的 比较常吃的鱼 是什么 我们吃 鲑鱼吗 鲑飞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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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中国不容易吃的 常是草鱼 鲑鱼 还有什么 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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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花鱼 黄花鱼是很会的 黄花鱼 白鲜 白鲑鱼 黄花鱼不贵的 黄花鱼 黄花鱼 就是你的市场上看来我们 你看到价钱比较便宜的鱼 就是我们常吃的鱼 每个地方呢 你再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 那个 黄花鱼 黄花鱼 黄鱼那是可不容易吃的 各位同学 我们正 鲑飞鱼 鲑飞鱼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独立在河边全市 你是哪个地方的 你们是哪个地方 南宁 南宁 罗飞鱼 我不太清楚 我们分成罗飞鱼 我不清楚 这里很少人 我在市场上也没看到 它跟水土有关系 英国的鲑鱼 雪鱼 这些东西 是他们比较常吃掉的鱼 吃掉的鱼 大外里是这么来钓鱼的 就这样子 就钓到这么一条鱼 1813年3月19号 比我大了 我是1973年 比我大了160岁 整整160岁 1813年3月19号 李文斯栋生于苏格兰 克莱洞 对 克莱洞 也就是说克菜 菜洞 这不对 这两个字 一个来和菜 有什么 大家注意 怎么写的 什么 克莱洞 克菜洞 大家注意这两个字 我特别给大家写一下 把它放大一点 看到吗 看到吗 这两个字 汉字很容易写错 布兰迪里中 布兰迪里中 他的父亲 尼尔 李文斯栋 是一个茶叶商人 在布兰迪里开了一些茶叶店 并藏大附近的格拉斯哥 格拉斯哥有一个很好的审学院 有很好的改革中审学院 不是现在还在不在 以前一个贩卖茶叶 格拉斯哥是苏格兰的第一大港 酒店很多 尼尔利文斯栋在年前时就相信 耶稣基督的旧恩成了基督徒 酒店的老板长相 但是这个相和问字 不容易错 我再嘲笑一下 长相尼尔利文斯栋 购买茶叶 向前他喝一杯酒 让他坚持不喝酒 不喝酒 这个很难得 在英国人喜欢喝酒 赢得了不沾酒茶壶的外号 格拉斯哥有个律师 名叫韩特 他被当地人称为穷人的律师 韩特是法律界的议论 他是一个金钱的基督徒 经常为穷人官司 且不收费用 韩特听到这个不沾酒茶壶的故事 就经常请尼尔利文斯栋 来家里喝茶 不久就把女儿 埃根尼斯 韩特 嫁给这名年轻人 这都 你看见金钱的人 喜欢金钱的人 各从其类 那不金钱的人 肯定不喜欢金钱的人 有钱的人 喜欢给有钱人打交道 有文化的人喜欢给有文化的人 人都是物以内聚人以群分的 这对夫妇后来生了三个男孩 两个女孩 有世界上面最伟大的探险家之城的 李文斯栋就是第二个男孩 他们家里爸爸妈妈都是很金钱的 他为什么是这样的 为什么他成为宣教师 宣教师来自于金钱的家族 帮助他 你像我们现在一样 我是拜偶像的家庭 今天我还在学习如何教育 如果更新自己的生活 如果活得像个基督徒 还在努力 为什么 你从小就是很败坏的 尼尔李文斯栋的坚持 使得茶叶生意的略受影响 布兰蒂里的一个小镇 人口不足两千人 买和麦子住院买茶的顾客不多 大家知道茶为什么顾客不多 因为英国人喝茶是受中国人的影响 英国人跟中国人做生意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了这个东西 中国人喝茶是习惯很苦 为什么喝呢 他不想喝酒样的 喝的最新熏的 他也不想喝咖啡样的 那么麻烦 他就跟叶子往水里泡一下 沦水泡一下 就喝了 后来很清凉的 很解渴 就是很惬意 英国人就被中国人给影响 不要想他们就养成了个喝茶的习惯 但是喝茶 茶叶一般比较贵 英国本身不产茶 他的茶叶来自于中国 后来 印度 他在英国种了一些茶叶 就这样 是不是 李温斯当后面的家 家里挂了一个牌子 上面刻着了 宁愿诚实而穷 不愿意虚晃 我们休息一下 同学们 休息一下 我们9点23过来 9点23 在家里边就做好了准备了 吩咐厨子 那些黄色的我没抽到 好的 那文档你们看到了吗 电子文档 老师 你刚才 是的 准备着 等一下啊 今天有客来访 厨子在那也做好了准备 可是等了一天 这封三娘没来 范十一娘心想 怎么回事呢 怎么复信爽约呀 结果又等了一天 封三娘还没来 最后啊 等了半个月 这封三娘也没信 哎 等着吧 这个范十一娘 做梦都梦见那封三娘 会见的那个小女朋友 结果她不来 这天晚上领着压怀 到这后华园里边门 忽然发现 有一个女的在那 扒着墙头往里边看 范十一娘过来一瞧 嘿 正是那封三娘 这范十一娘就说了 说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说来不来呀 怎么现在扒着墙头往里看 快点进来 让封三娘进来了 进来之后 封三娘就跟她说了 她说 您不知道啊 那天我跟您见面之后啊 转过天来 我真想来 可是我又一想 我真要是往这一来 您是什么人家 我是什么人家啊 您看我 家境贫寒 穿得这么破旧 进到您这个大宅院 我觉得 我们两个 差距太大了 再者说 像我这么穷的一个人 我要上您这个大门口里来 让我们那个街坊邻居看到 他们会说什么的 他们会飞短流长 议论颇多呀 飞短流长就这么聊下来了 飞短流长 就是无中生有 散步是非的意思 风三娘一说这话 这范十一娘就说了 咱俩不是朋友吗 管什么贫富呢 于是范十一娘就把风三娘领回到自己家里 俩人成了朋友了 其实啊 他不知道 这风三娘 是一羽狐狸精 接着呢 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 这第二条成语 叫呆若木鸡 出自左传 周宣王 这个人有一个爱好 爱好什么 爱好斗鸡 不过这个斗鸡呢 他跟我们平常养的那种鸡 不一样 专门有一种鸡 叫斗鸡 这种鸡只要是斗起来 那是望死了掐 不斗死不满 哪怕把这个身上牵得血乎的烂 这俩鸡还在那斗 最后看谁是最后胜利者 在这个周宣王喜欢斗鸡呀 所以他就养了一个斗鸡的鸡卷 买了不知有多少百只斗鸡 跟别人斗 但是有的时候还斗不过别人 周宣王听说呀 有一个专门会培养斗鸡的人 这个人姓继 叫继生子 于是周宣王就把这个继生子给找来了 找来这个继生子 周宣王就问他 说听说你会培养斗鸡 你给我培养一只最好的斗鸡 让它天下无敌 行不行 继生子做好 周宣王领着继生子 到他那个鸡卷里边看一看 继生子挑了半天挑出一只的 周宣王就等着他培养这斗鸡 十天过去了 周宣王把继生子找来 说这斗鸡培养的如何了 继生子说 说带王还不行 这个鸡呀 他太精神 林村在跳 又扇翅膀又瞪眼睛 这不行 周宣王说 他精神了好啊 那不精神了 那不就侵流感了吗 说周宣王知道侵流感吗 就那古代叫积温 他不知道侵流感 我就说这意思 但是这个继生子说了 说这个尼门管 又过了十天 周宣王又问着继生子 现在怎么样了 现在行了 稳当了一些 有进步了 但是他那个眼睛 还有怒气 听见声音 还支愣脖子 周宣王说 哦 那好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 周宣王又问着继生子 说这回怎么样了 继生子说 这回成了 周宣王说 拿来我看看吧 继生子把这个鸡拿来 往前面一摆 周宣王一瞧 呦 一瞧这鸡啊 眼睛也不动啊 翅膀抿着也不扇 站在那一动不动 整个一个木头鸡 所以周宣王一瞧 这不是呆若木鸡吗 但是继生子说了 说大爷王您不知道 这斗鸡倒在这种程度 才是最高境界 不信 跟所有的斗鸡 如果要是比赛的话 他们都不敢进前 周宣王真就示了一下 果然 有很多斗鸡 一看见这只鸡 不敢上前 吓跑了 有的想试一试 一上嘴 就败了 这就说 呆若木鸡 这个寄生子把这个斗鸡给训练的 达到一个最高境界 其实这句成语 最初 有点这个大智若鱼的意思 后来就直接从字面上解释了 呆若木鸡 呆头呆脑 或者看见什么事 下呆了 下傻了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期大话成语 我们就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 欢迎收看大话成语 今天我们先给您说一个成语 叫林可绝景 出自燕子春秋 当时鲁国有个鲁昭公 是一个很年轻的领导人 这个鲁昭公啊 在自己的国家里边待不下去了 跑到齐国 要求政治避难 齐景公就问他了 说你这么年轻 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国家 当这个国王 而跑到我这来呢 鲁昭公跟齐景公就说了 他说你不知道啊 我这个人呢 从小的时候 很多人 他都爱护我 围着我转 但是呢 我跟这些个人呢 也没有什么 友情 也没有什么亲情 走得不近不远 我长大以后呢 有人向我禁言 向我禁见 我也不听他们的话 这样一来 我等于 是内无有助者 外无有帮者 我觉得很孤立 而现在呢 奉承和对我说假话的人是越来越多 但没有一个人是真心帮助我和拥护我的 我呀 就像那秋天的蚝草 虽然那枝叶上还有那么一点绿 但是根境已经是烂了 秋风一起 就会连根拔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不能在我这国家呆了 呆长了 对我没好处 就跑到您这来了 想求您 让我在您这国家这住下 齐景公一听 这好吧 你住在我这 这是没有说的 于是齐景公就让鲁昭公住在他的国家里边了 接着齐景公呢 就找他自己的谋臣 燕子 他说燕长相 这个鲁昭公 我听这个人说话 还是口快心直的 他心里怎么想的 他就怎么说 他把自己的处境说得很形象 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人很少 我想咱们帮着他 让他回转鲁国 稳定他的地位 你看如何 燕子一听 他说代王不可 好 各同学 欢迎大家回来 欢迎大家 我们看到了刚才读到了 各位大家读 就是说李文石栋的奸 老李文石栋 列列列 是茶叶生育略受影响 布兰蒂里的第一个小众 人口不足两千个人 这小众 卖茶叶的本来顾客不多 加上你呢 怎么样呢 你经营 你成成实实的做生意怎么样呢 生意更不好 至少说不那么好 他一句格言 你愿从实而穷 不愿意习惶而富 这中国就无上不坚 哪个做生意的人不少 我们星期天 我们在讨论教育的事情 星期一 星期一 一般传道人比较清闲 我们来讨论 这是在家教育的孩子 将来长得来干涉 他们说最好来找几个老板 基督徒老板 然后培训去做生意 我们有个同学 讲的话 不行 我知道的那些基督徒老板 没有基督的生命 你会让人家跌倒 他表面来着教会 他像个基督徒 在生活当中 他一样的什么呢 无上不接 耍手段 玩套路 你说你这种基督徒 我让那小孩子 到你这里受培训 我给你放在公立学校 有什么趣 是不是 这边人跌倒 我们一个弟兄 他是东莞 墨会的 一个墨使 是我学院的同学 跟我聊天 那就不行了 这一条路不是个好路 因为这些人怎么样 自己的做事都不地道 你还可以带小孩子 我为什么小孩子 往火空里头就扔闷了 那我们不会这么做 我不会这么做 我们不会这么做 但是国外还是有一些基督徒伤人 宁愿成死而穷 不愿许晃不复 这是讲的 李文士顿的爸爸是这样的 父母的遭遇 就是我小时候最爱听的故事 他们一生是我的榜样 在李文士顿的回忆录 里头讲的这句话 他们教导我四点 是我一生受用 就是父母的四个美好的习惯 第一呢 勤劳 勤劳的美的 什么叫勤劳呢 有人问我 什么叫勤劳 我一天上班 上九个小时 上十一个小时 上班上勤劳 有一个人来给我抬杠了 我说你的良心之 会告诉你什么是勤劳 什么不是勤劳 你不要问我 如果你是个有良心的人 你真的就知道 我没有回答他 一个人不是说你上班时间越多 就是你勤劳 有些人上班上十二个小时 他只要磨羊工 是勤劳吗 有些人一天只要上五个小时 他能做很多的事情 是不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你勤劳 你努力做你一个小时 你可以做五个小时的学习任务 有的时候你心是懒得 你这里看一下 那里摸一下 那里瞄一下 你往那里翻一下 看看视频 刷刷朋友圈 然后上上电脑 要看看吃零食 你干五个小时 可能完不成以前 一个小时的任务 是不是这样子的 什么勤劳 除了不必要的休息 除了必要的休息以外 不浪费时间 做无意义的事情 一个人浪费时间 做无意义的事情 就叫懒散 有些人他真的在摸一下 那里摸一下 摸了个什么鬼子东西 没摸什么事情 摸来摸去 在纯少摸阳光 第二是节俭 他父亲节俭的生活 节俭什么叫节俭呢 不是不吃饭就节俭吗 有些人就抬杠了 我不吃饭 不穿衣服 就节俭吗 这种人就不明白节俭 纯少抬杠 他有五字又碗梗 你别理他就行 节俭呢 只对物质的需要进行节制 最少的需求 就主耶稣吩咐门徒 你们出去的是什么 只要带一套衣服 来给拐杂 口袋里头不要穿银子 里面就一套衣服就行了 这怎么呢 这最简朴的行 相信神每天对我们供应 然后我们净好每天的责任 就不会缺乏 这挺好的 第三个是读书的习惯 是我一生学习进步 利本斯顿 大部分时间就是自学 然后呢 也是敬畏上帝 敬畏上帝 塑造一个人的性格整的刚骨 敬畏上帝 这今天有的时候 都是变成一个口号 你怎么观察一个人 敬不敬畏时 看他的生活 到底在讨谁的喜悦 有人打声音 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过年了 要不要搬一年了 基督徒要不要过圣诞节 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了 怎么可以离婚了 你一天到晚讨论这些问题 凡是一天到晚讨论这些问题 有两者 一个是刚刚新主 就是刚刚新主 他不知道 他就问一想 这肯定问一想 排着人 就不想追求神旨意的 而且悖逆之痛 他故意 给你找这么多问题 其实你敬畏神 这些东西并不难回答 你自然就知道 你知道什么叫拜偶像 拜女人的活动 你那么的偶像崇拜活动 你肯定会拐弯 避免这些活动 你敬畏神天天穿服衣 你没必要再找过圣诞节 就刻意去搞一下 把弟兄姐妹累了个半死 有些姐妹提前一个月 开始请假 在教会里头排了一个舞蹈 然后到圣诞节的时候 你干嘛不拿这些时间 跟人家创新 是不是 你为什么不坚持 跟家人在家里面做见证 搞什么这些活动干什么 神也不喜悦 你再搞这些活动 我们考神喜悦 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就多做 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就不做 这很简单的事情 净为什么不准够口号 利文斯东在他父母的身上 就学到了这四点 他父母给他的 以上四点 对利文斯东后来在非洲的生活 几为有用 这个是那么苏联写的 以至于过去几千年 许多贪险家无法达成的使命 而利文斯东达成 贪险成功的关键 不在贪险的人多 四倍精良 粮食充足 享有盛誉 而在人的勤劳 节俭 爱读书 所得上帝的敬畏 这些看似与贪险 没有直接相关的 勤劳是什么意思 你会搞吃的 你在那个眼里 有钱都没有用的 那黄山野岭里头 那些蛮族人当中 你说拿钱去买东买了 买什么 他不是商品经济 第二 节俭你才会节约 有得吃的时候就猛吃 没得吃的时候 浪费那就不好了 爱读书怎么样 你不会感到无聊 一个爱读书的人 我们在家教育的同学 一定要爱读书 我们父母不会提供 我们很多什么 KTV的活动 夜整会的活动 爱上公立学校那里 他经常有什么 这个会 我们没有 大家读书 读书是我们的心里 丰富起来 尤其在一些很孤独的地方 没有很多朋友玩 那你就去读书 读老师推荐给你们的一些书 你生活生命就丰富起来 我儿子 你也要讲故事了 你现在可以读书了 你已经会实质了 不会实质的时候 我跟你讲故事了 我讲的故事 也从书里才来的 人类大部分文明的成就 绝大部分文明的成就 都是通过书来传承下来的 你说科学 科学在哪里 大部分不是写在书里头 对不对 技术写在哪里 技术书里的 音乐 大部分那歌本 而且歌谱 而且五线谱 这些的 那些音乐的说 不是写在书里头 绘画 大部分画册 对不对 而且美术理论 不是书 对不对 更不要说神学 哲学 文学 等等都是写在书里头 你喜欢读书 就打开了知识里 殿堂的门 知道吧 最后就是上帝的经文 你在经文里头 你就选择 生活的选择 没有人精灵教你 这个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 谁那么多时间去教育 对 我也不能什么都懂 对吧 比如说你问我一个问题 你说我跟我姑姑吵架 我姑姑呢 正是刁烂我们孩子的一些问题 她的孩子在跟我们孩子 年代人家吵架 请问小学生怎么办 我不了解你姑姑 我也不了解你 我不了解你跟姑姑 这样什么关系 我们跟着网络 我能不能教你做什么 我教你读祷告读读经 你愿意吗 不认了 你敬畏神 自然就只能选择 一个不敬畏神的人 他不会喜欢读圣经 也不会喜欢祷告 什么种 他不会选择 他选择是体体肉体的选择 知道吗 所以这就是利文士顿早年 他父母生活的 对他来影响 这是从童年的掌握 再讲第三个讲故事 利文士顿的父亲是一个喜好大自然人 在星期日聚会后 他常带着五个孩子 我们讲一样 怎么会变成这个颜色呢 在克莱德河班来解化石 辨认树末 采集昆虫 为什么干这种事情带着 为什么干这种事情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我们一个动作 主要是跟他尽情的生活习惯一块 一般人星期天聚会完了以后干嘛 我们星期天一般聚会半天嘛 对不对 就是上午八点钟过去 十二点钟结束 此刻翻起回来 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 尽情的教会是上午 学习什么样的 圣经下午学神训 培训 反正都是讲道 我们教会是这样的 我们家也是这么做的 别人教我们的 我们也不是自己生了就懂了 然后整个休息时间怎么办呢 下午四点钟结束了以后怎么办呢 就不要去打球 不要做神医 学生也不要做作业 那干嘛呢 这一天全天敬拜神 让神神过来休息 那么李文石顿的爸爸 就带逃到特莱德河堡去捡化石 便让树木采集工虫 因为上帝写了两本书 一本书叫圣经 一本书叫大自然 他们的敬畏神 就产生这种习惯 产生这种好习惯 所以对李文石顿的一生 有不可谋畏的一些影响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对于一个善于观察大自然的人 无论到哪里去 在森林增在草原上和在沙漠里的都不会无聊 周围周遭的一切会成为有趣的观察对象 其实他这文章还没有写完 没有写充分 除了不无聊以外还搞吃的 因为他熟悉大自然 他知道东西哪些可以吃 哪些不能吃 哪些可以用 哪些可以做药材 哪些不能做药材 哪些有毒 哪些会让你皮肤痒 这个怎么来 这个神学院能够培养这些东西吗 你说教会能够培养这喜好吗 教会派你到菲州去选教 然后教你去辨论昆虫 哪个牧师懂这种东西 不懂 就上帝在神明上预备的 怎么预备的 李文师的爸爸能够遇见他的儿子 要去菲州吗 遇见不了 他只是敬畏神 他也是产生这么一个生活习惯 所以敬畏神多重要 你们家敬畏神不知道产生什么习惯了 对不对 很难知道的 那个 马里逊他爸敬畏神 然后让他那个时候在家教育的 一天他在工程里就干活 他就干12个小时 这 然后读书 读书的钱是马里逊自己赚来的 赚那个 在工程里赚钱 然后给钱给教会墨师 跟他学习那个拉丁语 就这样的 所以他从小就很努劳赚钱的好习惯 后来到中国 在中国宣教的时候 那能东来能提升钱 中国这么远的地方 就给钱给你也费力啊 对不对 比如说我给你500块钱 我愿意分析500块钱 我从英国坐船 坐到中国 平常没有风险 就是半年时间 我这500块钱给你 你肚子饿 你能等我半年吗 你等到来的时候 你都饿死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他就争够赚钱 给人家当翻译 一样他从小就干这个事情 他从小就干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这些敬畏神 这些习惯有什么用 真不知道有什么用 但是长大了的 有一天就有用了 比如说 李文石正从小就会用的铁线 自制了不同尺寸的鱼钩 今天这些鱼钩 我们今天的鱼钩是哪里来的 你今天钓鱼的鱼钩是怎么来的 买的买对不对 买的嘛 我们小时候的鱼钩不是买的 是自己做的 把它麻麻那个整 火一烧一下 把它弯过来的 你什么东西讲就买买买买买 今天就是买买买买买买买 那你怎么的 你遇到接纳的话 你没得买买买买买不错 你在中国能够买得到 在美国能够买不到怎么办 我比如说做饭吃 在疫情期间 我给大家讲一下 你不会做饭有什么关系 在深圳 在上海 在北京 北上广深 你不会做饭有什么关系吗 一个电话 对不对 手机按一下 快厂就送到门边了 对不对 你点一下快厂 美团给你送过来 那在疫情期间 美团不送了的时候 你怎么吃饭 你天天吃方便便了 开始泡一下 对不对 你还得会做饭吗 是吧 再讲了 我一个人的敬畏神 吃 吃什么 吃什么 吃 大鱼大肉 谁给你大鱼大肉吃 你们钱都买不到 自己去买 他来去买 那叫疫情期 本来会隔在屋子里 隔在屋子里 他哪里去买呀 戴着口罩 不用害怕 我告诉大家了 你这个 你可能不知道别人的艰难了 上海要封城的时候 没人送 真的没人送 买来怎么来 店铺来怎么来 关门都关门了 分都分了 你在哪里去搞 然后深圳还不错 深圳有人送货过来 但是你自己会做 有些人不会做饭菜 有些小姐 有些公主 我真的是中国的 一些小姐公主 有些少爷公 有些公子 我同学 他之前 他从湖南回来 然后呢 他就那个门 别人有些警察来 然后应该是 别人把他那个门 一开门 就会报警 对啊 分了吗 我们家就不会 因为没去湖南 他们就去湖南回老家 就不好说了 每个地方的情况有所差别 而那个李文石敦 从小他会自作 亲自自作鱼钩 然后迎来钓了 不同的大小的鱼 有一次 他一个大鱼钩 钩到一条大龟鱼 抓住这条鱼 一不小心的钓到水里去了 在水里挣扎一中 趁水针起来的时候 人来抓着鱼 这个很厉害了 我是抓过鱼 很难得碍鱼很光滑 在什么 他皮上面 他有一层那种粘液 粘液很难 你手抓的时候 它滑了 不是你没有力气 它滑掉 就是 要抓着它的塞 塞 那是你说 他在跑的时候 没这么准嘛 对不对 在跑的过程当中 没那么准嘛 你去掐过去 对不对 没那么准 抓着鱼 然后手指头伸进去 基本上就把鱼勾住了 但有人说你知道 它是活鱼 它不是一条死鱼 它活鱼在水里游的时候 你怎么抓呢 而利文师的那些很厉害 我们经常的时候 就是用指甲扣 那指甲扣来伸出 我把爪子 一抓过去 就一个 有很大的力气 又准 又快又准又狠 就抓鱼的人是这样的 还有刺着 嗯 但水呢 鱼只能掉到水里头来 当时李文师手上的人抓着鱼 没有因为一惊一慌呢 就乱了手脚 对一个小孩爷 这条鱼实在太大了 李文师当把自己的长裤脱下来 将裤管的尾端绑起来 我们小时候抓鱼也是这样的 到了河里头去抓鱼 就把那 有的时候鱼没有脏了 就把裤子或者衣服脱下来 脱下来把那个袖子 或者裤管把它卷起来 那鱼就放在里头 有的时候应该是吵绳了 把它穿起来 只穿着短裤背着鱼回家 回到家日 实在鲑鱼还是活的 李文师顿的母亲 将这条鲑鱼做成一栋丰盛的晚餐 李文师顿的父母对于孩子 能够临危不乱 印象深刻 一个伟大的探险家 特典特资 就是特典 陈小教慢慢地显露出来了 这个故事也就是 就是李文师顿有些天分 不是父母能够培养出来的 一个人适合做什么事情 是天分是上帝的预定 你说临危不乱 能把鱼抓起来 这个是李文师的爸爸教的 李文师的妈妈教的 教不来的 对不对 这怎么教 是吧 这种人的天分 我们家也是这样的 我们家老二 他反应很快 但是语言他不是很准 自己自己现在咬不准 他说老三反应稍微慢一点 但是咬子很准 这是生奶的 不是父母教的 我们作为父母 我不是旁边有没有爸爸妈妈在听 我还去观察孩子 这种孩子的天分 因为孩子也是特别的素质 他与生俱来的 已经发挥 它是我们的素质 仅仅我们的教育是进化论的教育 因为我们自己能够培养 这个培养 那个培养 这个培养 那一个 认为人在环境的过程当中 自然选择 物尽天则 势者生成 我们是用进化论的思想 来进行教育的 就是说我们不在乎天分 关键是我们能够培养人生 能够引导人生 这是错误的 这是藐视上帝的教育 真正的静谎神的教育 我们要仔细观察每一个孩子 每一个人的天分 包括首先是自己 首先是自己 像我这种人 我就适合搞文字工作 我的语言文字对书我很敏感 别人不喜欢看这种砖头书 我一下子就看完了 没事 看了也是有很多东西 过目不忘 没事 但我不适合于很复杂的人际关系 你要去做那些政治性的工作 我就这么一样做不来 出了很复杂的人际关系 我做不来 我不喜欢搞这种事情 很厌烦 你就首先了解自己 这来你观察小孩 我们老大比较安静 能够长时间坚持这件事情 我就让他去搞艺术 我观察他 他喜欢画画 就奖励他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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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方面就发挥出来了 这李文士顿他的父母 就是他孩子对户外活动 对野外的事情很敏感 你看他从小怎么样 都水里头能够抓到鱼 这东西在英国有什么用 你上上去抓鱼有什么用 是不是 你说一个人从小上上去抓鱼 在深圳 你比如说华为公司 或者腾讯招聘工作 这里有哪些同讯 我看一下 我问一下 飞飞你有什么擅长的 就说我擅长是抓鱼 我是同讯的 不是华为公司的 你擅长是抓鱼 在同讯的干什么 你说我擅长抓鱼 然后我还擅长抓泥丘 我擅长钓鱼 请问你这个优点 在同讯公司有什么用 在华为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 你说 我去美国 美国招聘你 美国也引进人才 日本也需要人才 那你的再带的人才 你就是会钓鱼 你会在河里头去抓鱼 然后你在美国纽约去找一份工作 能找到吗 或者说你到洛杉矶去找份工作 到日本东京去找份工作 能找到吗 不能 找出路来对不对 因为不能 上级的死因一个人很特别 就像我们出不出国也是一样的 他死因一个人很特别 你要在生活当中去明白神的心意 明白神的心 像我这种中文写作的人 我跑到美国去干什么 我有弟兄要我去美国 我说弟兄啊 我是个中文写作的人 不是叫中文的书 你要跑到美国去干什么 我跑到美国 我们有个老师 那个信仰 反律主义的信仰 就是很乱七八糟的 我以前 他是学中国先情历史的 中国秦汉时期历史 上古时期历史 但是他们家比较有情 红二代 他跑到美国去 你说你研究中国秦汉历史 先情历史 上古朱子百家 你不知道美国干嘛 美国等你的墓子 等你的空子 几个人感兴趣 那个美国的那个 叫维尔汉蒋 他们在讨论中国的老子 庄子孟子 他的东西 有毛钱兴趣的没有 对不对 知道吗 后来他就开卡车 根本就没想到 他读到国内 读到硕士研究生 跑到美国去开 学了个技术开车 开了大卡车 很辛苦的 从美国东边跑到西边 从西边跑到东边 那种大卡车 那就是那种事情 我讲这个事情是什么 上帝每个人跟天分 那个李温斯顿的童年 就这么来过来 他的父母 就这么来养育他的 一个敬畏神的父母 虽然他父母也是人 他不是说他儿子 将来长大会成的探险家 他自己按照敬畏神的方式 来养育自己的儿女 然后他们就是改变中间 相信预定路 相信神的预定 相信人的天分 所以他保留了 这些生活习惯的记录 然后他长大会成为探险家 成为宣教师 就这样的 而且去非洲 他这优点都应对上了 对不对 他会抓鱼 会自己制作鱼钩 对不对 人家在书里头 人家生活 人家灵危不乱 然后又敬情 又喜欢读书 勤劳 节俭 勤劳 节俭 敬畏神 这么多好习惯 都用上了 都用上了是吧 这真的很奇妙的 好 这里有一些语言方面的话 给大家解释一下 台湾因为李文是这个张文亮先生 张文亮是台湾人 他在普通话方面跟我们有点不一样 他们叫国语 咱们这边叫普通话 特质就是特点的意思 品质就是质量 他翻译为李文是动 我们翻译为内文是动 亚洲 他们读亚洲 我们读亚洲 北京普通话读亚洲 亚洲 他们读女生 咱们读女人 女生我们用来表示女同学 他们说男生的时候就是男人 咱们用男同学来表示 还有什么布书 我们叫布什桥节布 在很多 有一点点 因为过去七十多年以来 七十多年以来 内战 国民党和共产党 不是打架吗 打仗吗 不是一个台湾海峡 把咱们隔开了 所以在语言方面呢 有一点小小的差异 大家注意这些词语啊 大的问题没有问题 大问题你以后 我们就是我们台湾读亚 你们读河 哦 亚 河 是 他有一些语言方面的差异 没有大的问题啊 沙拉 你是台湾人吗 是的 哦 不错啊 欢迎你啊 欢迎你啊 欢迎你 就是说你注意这些语言 小小的差异啊 我们也选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说 哎 有时候我打了个括号特质特点 哎 其他的以后你都注意一下 没有大问题没有啊 大问题没有啊 对于区分式的啊 没什么比赛 我们现在有些同学亚洲啊 亚洲啊搞对啊 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文章呢就各位晓得 那么这篇文章的优点呢 我们还学习 我主要是学习这个内容啊 是写作方式啊 我给大家分成了几部分啊 一个呢 讲的腰底 因为他是从神的角度 来写这个文章的啊 他叫李文 上帝拣选李文时中 那么他要预备他啊 这神明神预备他成为宣教士 那怎么预备的 你怎么知道 上帝怎么预备一个人 我们肯定不知道 对不对 你只要敬畏神就行了 你敬畏神 按照敬畏神的方式去养育 你不要要体贴神的意思 神呢自然就会预备个人干什么事情 你不要啊 别人考虑太复杂了 再讲他的背景 他们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 他他爸爸 他妈妈就在外公家 外公家就上身边 然后他们家的生活习惯 勤劳节俭无书 敬畏神 四个人生活习惯 还有他自己的天分 这个呢不需要学习的 与生俱来的 就能够在水里头倒到雨 这个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与生俱来讲 我小时候啊 我父母没教过我认字啊 我就会认很多字 为什么 因为在街上我看到字 我就很感兴趣 我就问他这什么字啊 旁边有人就说 你在念 别人念的时候 我在旁边听 我就会识字了 我父母都感到很刺激 哎呀你怎么会这么会识字啊 因为我父母都是文汪 他没读过书嘛 他们就感到很开心啊 这是与生俱来的 有些东西与生俱来的 你闻闻自己啊 你有什么好习惯是与生俱来的 希望你爸爸妈妈看到你 希望你自己能看到 将来上去一定使用你这些好习惯 与生俱来 你说与生俱来我就喜欢吃 你可能这位好厨师啊 那叫食品店的老板啊 很可能啊对不对 你说就喜欢吃 我们那个孩子啊 没事干 嘴巴呢就在吃啊 出门再吃 回家也在吃啊 上床之前 再吃 起床以后还是在吃 你不要责备孩子 说不定将来就是个食品专业的科学家 有可能对不对 或者说他是个食品公司的老板 他是个营养师啊 他是个五星级酒店的打厨 有可能对不对 你要把那东西你别吃什么 要责备 这个太坦吃了 爸爸你没吃个东西一样的啊 你是恶鬼淘胎吗 中国人罵人家恶鬼淘胎 这么没吃啊 这么好吃 不要这么责备人 不要这么责备人 人的天赋 都是上帝预备我们 给他使用的 至于每个人真的是千差万比 千差万比 都需要我们的长辈啊 我们的弟兄姐妹 要用爱心去观察 那没有爱心的地方 而且相信进化论的环境上 他会就问 没问题 你的兴趣我给你培养 现在呢 比如说我们中国大陆啊 台湾啊 都去了华人嘛 去美国去留学 那我们喜欢学什么呢 学工程师啊 工程师好赚钱嘛 做IT做化工啊 反正做工程师 要不呢 去文科的话就去律师啊 就好赚钱啊 不然啊 理工科还学医生啊 我们华人家选择这些东西 他没有兴趣 没有兴趣培养兴趣 这是荒唐的 这不把人当人子 不把人当人 每个人都有天分啊 就是他喜悦的事情 他擅长的事情 你不要把它扭曲 把他的优点给抹掉啊 觉得这东西啊 社会人们不吃香 他是个好吃老啊 你说天天画画 画的什么用啊 发一画卖才卖三四块钱 我昨天一个弟兄 我女儿画一画卖 我说弟兄 三四块钱也是钱啊 你从三四块钱开始了 我说我女儿第一幅画 给人家花才六块钱 你还有三四块钱不错了 你鼓励他啊对不对 你鼓励了你的兴趣爱好 你不能应该社会 什么进化了你的教育啊 他今天赚三四 他明天就赚六四了嘛 他下一个月可能 八十一百两百的嘛 你一个过程嘛 不要小看 不要小看一个人的优点啊 不要小看 哪怕在暂时的环境下 真的看不出这是什么优点啊 他将来一点用得着 要鼓励他们啊 第三个就是故事啊 故事这就是三部分 一个是背景啊 一个是啊啊啊 背景然后呢啊家庭 家庭这是家庭背景 第一是啊 要点啊 整个要点 有什么道理啊 背景就是呢 整个故事 就介绍了呢 整个三个方面呢 介绍了李文斯特的童年啊 张文亮呢 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他是啊 现在在台湾大学 叫生物工程学啊 台大叫生物工程学啊 他原来是美国加州的一个博士啊 他一遇时间呢 他喜欢文学啊 写了很多的书啊 现在还有说什么 《南京各的传》啊 还有啊 《兄弟相爱》 《汉山河》啊 等等等等 《请一只蜗牛去山坡》 在大陆里 他还被哪一家教会了 我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啊 我们在网上搜索到的资料呢 就是这一些啊 只能搜到这些了 张老师 哎 好 啊 作业呢 静静的作业呢 就是去你啊 你也在大自然里去观察 花鸟鱼虫啊 等生命 你感兴趣什么啊 你能观察到什么啊 你们家的啊 附近的公园啊 啊 你就看一下 你附近都应该都有公园嘛 对不对 你就看一下 你你观察到的东西 把它寄下来 好不好 写一篇文章 可以吗 有没有兴趣 没兴趣啊 啊 啊 我们家里有诗吗 没兴趣 啊没兴趣就算了 老师啊 老师 一个个就说 啊 圣文你说 圣文你说 嗯 今天嗯 我和妈妈他们 去公园玩 如果在那里看到小鸟 鱼啊 虫子之类的 可以记录吗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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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了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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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要 要发到群里吗 啊 能发最好的 这互相鼓励一下啊 发到群里的 大家互相鼓励一下 嗯 就是互相鼓励一下 因为大家 我一个人做作业 多没意思 大家在一起学习 没别的意思啊 鼓励一下 因为人呢 很容易软弱啊 大家互相鼓励一下呢 有点乐趣 这样的 同学同学嘛 老师 我们中央还是冬天 没有 没有什么鱼 什么鸟的 怎么办呢 那也有大字了 只要大字了 你都去看啊 你现在有些 你们在东北吗 小普 哦 对 沈阳 沈阳是吧 你去看沈阳也有公园嘛 在公园里去看 冬天 冬天的景色啊 对吧 小老师 我们家一起吃个猴脯 阿曼迪各个了 刘廷恩你说 拜拜 老师 那我们先去结束答案啊 拜拜 我们先去结束 我们在天上的故事 主啊 你看过我的同学啊 热爱大自然 愿意到大自然去玩啊 向他们的能力去写观察日记啊 也不要去偷懒啊 主啊 这是一个基础的作业 愿同学们啊 在这方面努力 愿主祝福他们啊 使他们开开心心的去大自然 不至于啊 带着很诚诚的负担 祷告奉 我主意说基督名求 阿曼